在開始影片之前 如果小朋友們喜歡我的影片以及系列的話 不妨訂閱一下 也不要忘記按下大大的喜歡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更新動力 我有一個妹子來了 嘿親愛的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等一下為什麼聲音這麼大聲 嘿親愛的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我是黑天 我們很久沒有給小朋友們帶來的新的遊戲 那我也差不多快消失了一個月了 那也原因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最近都沒什麼遊戲吸引我的 所以呢我就暫時讓自己放假一個多月了 因為真的是沒什麼遊戲可以玩了 那這款遊戲呢叫做記憶 那它其實也是讓我等了一段時間了 因為這款遊戲其實也有延遲了 不過現在呢終於上架了 太棒了 好啦那我聽說呢 在Steam的留言下 他說這個故事線很短 我不知道是多短啊 好啦那不過廢話不多說呢 我們今天要來實況的就是新的 文字戀愛遊戲了 記憶 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9點20分呢是早上吧 是早上吧 欸通話中嗎 哇打了這麼久了 32分鐘了 所以這一版的問題還是在角色上 不夠像機器人啊 可以說越來越不像了 都說了如果不像的話 就去醜化 醜化懂嗎 靠把機器人摧毀成 纏著該的什麼 劇情來維持熱度 總是這種不溫不火的 戰鬥 胃口掉太多 讀者們早就膩了 還有你知道的再不更新下周 什麼就就完了 你自己看著辦了 我是小說家嗎 然後通話結束了 被單方面的掛掉了通話 我是什麼 我是漫畫家嗎 還是小說家 我叫李成嗎 這就頭痛了 還有不到10天就要死線了 卻還要重畫一版 那我應該是畫家了 或者是插畫師了 機器人的感覺嗎 畢竟這個家裡連一台像樣的智能機器都沒有 算了 拉開窗樑 並沒有陽光照入屋內 一如其彎的世界 幾沒有下雨也沒有出太陽 淡灰色的天空 天空與時鐘告訴我現在是白天 也沒有什麼 需要無人機 什麼投地的快遞 通宵過的身體 雖然提倦什麼 沒有困意 聲聲音好大聲 等一下調一下了 真的好大聲 磨聲了 沒聲了嗎 自己支持自己沒聲 不懂了 日常困過頭了 那就吃個早飯再睡吧 哇 好智能哦 叮 取出了樂好的雞排三明治 今天是周二 所以加個番茄醬 簡單的安排 就能保 什麼 確保一周的每天都有新菜菜式了 不愧是我 真的 一口咬下 意料之中的味道 哦 這是里程 我在看電視 這個還要說嗎 雖然是政府免費安裝的 呃 時代淘汰的東西 相比那些 將起 閒置的人 我倒是對 空曠的 什麼客廳裡多 這麼一個東西 感到挺高興的 每日收到 定什麼 指定頻道 時間 累累 達到一定的時間後 還能提高個人的信用值 而且開著電視 總能給我一種 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感覺 即使是只有我一個人的房 一個人的房間 依然也是屬於這個 澎大 社會的一部分 那麼看什麼內容呢 哦 可以自己選的嗎 文體新聞吧 文體 這個遊戲是沒有音樂的嗎 這麼安靜的 剛剛只是稍微調一下 音樂就直接不見了 畢竟是個人工智能機器人 高速發展的時代 如果換一台智能電視 把人工智能 設置為屏蔽式的話 估計也看不了幾幾條新聞吧 早在20年前 仿製的機器人 就已經做的 和人人類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不過因為 造價過於昂貴 離普通人太遙遠 所以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 而近些年來 由於技術的突破 人工智能機器人的價格大幅下降 應用範圍也越來越廣 使人工智能這一名詞 一直在討論什麼風口梁肩上 也得效於此 人工智能機器人相關的漫畫 才會活起來 也給了我這種三流漫畫家出頭的機會 就是漫畫家了 其實像我這樣房間裡一件 真正意義上的AI機器都沒有的人 在當今社會已經算是例外了 如果我也買一台智能機器人的話 現在下雨這麼大聲的 窗外不知什麼時候下起雨了 算了 它轉場我很不喜歡 它直接切換下一個圖片而已 沒有淡淡的切換 雨是好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好在我也沒有什麼需要收的衣服 好安靜啊 隔著窗戶玻璃 音樂傳來的雨 雨聲在我的耳朵裡 不知為何已經蓋過了電視的聲音 因為新聞的好鬧的房間 在這隱約的雨聲中 變得安靜了下 一個人住的好處 往往就在這時候表現出來 令人舒服的安靜 安靜感 世界此時與我無關 好大聲 講真的 叮咚 有人 哦 意識到再度回到現實了 不知不覺就睡過去了 來了 誰會在下雨天突然來訪 這個時候也會有 有一個妹子來了 這聲音真的好大聲 啥回事 這聲音太大聲了 好啦 現在又沒有聲音了 被雨水淋濕的女孩子站在我家門前 詹斯的衣物緊貼在她蒼白的皮膚上 不對 不是她 是她 什麼又不是她 是她 這什麼翻譯 我注意到她的脖子上表示 家用機器人的綠色象圈 準確的說她是一台有著美少女外皮的智能機器人 為什麼會來我 這樣 你好 是需要什麼幫助嗎 四下無人她的身後只有陰陽什麼天空雨 彷彿不會停歇的雨 明明是這種天氣 為什麼會不會來呢 請問 你能買下我嗎 喔聲音好小啊 請問你說什麼 要我買下她喔 喔美少女 站在我生前的女孩子正在用毛巾插著被 雨水打濕的頭髮 缺少感情色彩的藍灰色顏銅 波子上閃著綠光的小小項圈提示著我 她是一台安全的家用機器人 總之還是先請她進來了 需要換身衣服嗎 她身上的女僕裝還有些威師 謝謝 我這裡有替換的 哇 這背景音樂真的很吵欸 這背景音樂真的很吵 但是我每次一調她這背景音樂就不見了啦 啊算了等一下就不管了我自己加音樂了 早起拍了拍身邊的行李箱 喔喔喔喔喔 才注意到她身邊一同拎著進來的什麼金 什麼什麼金什麼行李箱的 我該怎麼稱呼你啊 你好 我是創院集團所出產的 銀湖型女僕機器人 出場編號 X5-Z14 所有者 命名 所有權狀態 出售中 還在出售中咯 請問 你要買下我嗎 請問你值多少錢 我這個先 多少錢你啊 她不是上的電子 是項圈閃著家用機器人的綠光 而不是商用機器人的藍光 它這個有分顏色的是吧 奇怪為什麼是家用機器人會主動上門 推銷自己啊 新型的吧 這個是新的機器人 有新的智能 價格是多少呢 2000聯盟币 區塊鏈秘名交易 直接轉移最高權限秘要 那個算多嗎 2000 聯盟币喔 便宜到像是這騙局一樣的價格 啊 這這2000元 是便宜的嗎 全新的女僕機器人 至少50萬 50萬聯盟币起步 所以說她跟她說只說2000 那很便宜啊 真的啊 就算是在黑市流通的二手機器人的價格 也很少有低於10萬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現在買下它轉手賣掉 就至少會有10萬的聯盟币差價 你不要這樣子啊 這不錯 我看著她的臉 以及脖子上的小小的項圈 這種好事為什麼沒有在我身上發生呢 哈哈哈哈 那是最安全的家用綠光表 是什麼 標示嗎 綠光標示 表示服從命令 絕對不會傷害人類 生產商是本市為數不多的機器人 大公司創院集團 質量尚有保障 但她 成交 好快啊 她一臉驚訝的表情 是在這裡交易就行了吧 我的手換上她的脖子上的項圈 另一隻手則是掏出了手機 然後只要碰一下她 然後再用購買就好了 她和我一樣都沒有想到我會 不多問一口就答應下來 好了 博士上的綠光一閃 項圈上的電子密索和我的身份 信心綁地在一起了 一切剩下一台掛著超低價來歷不明的 二手機器人就這樣被我買下來了 你確定是二手機器人嗎 她都沒說是二手的 當然我不是為了賣掉她才買下來的 她摸著脖子上的項圈 似乎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中混過來 雨 你的名字就叫雨了 雨 阿美阿美嗎 她看著她的臉 是 是 她點了點頭接受了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很好記 總之先把濕的衣服換了 然後把房間打掃一遍 其他的事情晚上再聊 我先去睡了 沒有事情不要打擾我 疲勞讓我思考遲鈍睡一眼 再不停地敲打我的神經 已經無法繼續思考 買下她的原因是否正確了 好的 好的 好了去睡覺了 我睡了多久 我睡了多久 已經這個點了 出乎預料的睡了很長時間 窗外的雨已經停了 起床吧 一片漆黑的客廳 廚房那裡 卻依然亮著光 剛才忘光燈了嗎 你肯定忘記 剛才她 你買下了女僕啊 呵呵 哇 吵醒你了嗎 為什麼會有不認識的女孩子 站在我家裡的廚房裡啊 你啊 你居然忘記了買了這個美少女了嗎 不是吧 因為不知道你在飲食方面的喜好 所以就用冰箱裡的食材簡單做了一些 哇 這麼簡單的 桌子上擺了六七道我從來沒見過的菜式 菜式 但是光憑香味判定就已經不是我日常所吃的那些級別的食物啊 但是為什麼 那個你是 她會傷心的 你忘記她了 主人 主人 我注意到她脖子上的綠色的墊子項圈 我是她的主人 沒有反應過來嗎 睡前的氣通了上來 好像我是用低價買下了一台送送上門的二手女僕機器人來著 但那不是做夢嗎 這麼近的看著 除了脖子上有個綠色的項圈外 實在沒有法把它當成一台機器人來看待啊 太美了啦 太像太像人類了 就好像家裡突然多了一個給你做飯的女孩子一樣很奇妙的感覺啊 但她現在確實是一台機器人啊 美到爆啊 主人 有時候挺萌的啊 小小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哦哦哦吃飯吧 嗯 嗯 機器人也會吃飯嗎 還是喝機油啊 哈哈 我呆呆的坐在餐桌前明明有著像白月一樣的明亮的燈光 卻依然感覺像是在夢境裡 洗手了嗎 沒啊 快去洗啊 變成叨叨老媽了 哈哈哈哈 哦哦 以至於當雨把餐桌放在我眼前啊 是我卻連連放錢洗手都忘了 不過平時一個人住也沒有人催我去洗手啊 洗好手回來 已經坐在我坐在了我餐桌的對面啊 好久沒有和其他人一起吃飯了 莫名莫名其妙的不自在不自在感啊 那個你也要吃飯嗎 因為目前沒有攜帶配套充電系統 所以需要通過進食來補充電量 啊 所以說它是可以吃東西補電量的 如果不吃東西可以也可以充電的 因為你是可以攜帶這兩個充電用的 當然也可以這次補進食 在需要充電的時候 再補充其他的食物來進行供電 亦或是配備一套新的充電系統 哇這麼厲害的 說起來 說起來家裡確實沒有能給機器人充電的大 大攻略無線 無線充電系統再買一套的話 的話價格絕對不便宜啊 先這樣吧 沒事沒事你吃吧 我只是好奇啊 那吃的也是有充電的功效咯 嗯 它沒表情的 主人 嗯 為什麼不吃呢 啊 我才發現我看了雨 看得露迷了 沒忘記吃了 我在思考接下來的工作 你先吃吧 現在不吃的話 菜涼了就不好吃了 沒胃口的話 先吃一口也行 哈哈哈哈 這是變成 真的變成老媽了 與那雙眼睛對視著 缺乏感情 卻是純淨的顏色 嗯 他的眼睛 對啊 他的眼睛很純潔啊 我咒咒不然那雙眼睛 於是用筷子夾了起了 面前的盤子上的青菜 啊 一種難以言說的 卻又久逢 久別重逢的美美妙滋味 在舌頭上瞬間 航艇開來 沉沒許久的味蕾 再度熬動起來啊 如果是美食漫畫的話 這裡的菜一定會發光 我身上的衣服也會一下 繃一下爆開 你看太多漫畫了 先生 他不是實際之靈啊 哈哈哈哈 只是吃了一口就能分辨出來 這是被人用心製作 充滿煙火氣候氣的菜 什麼菜 而不是模板化量產的 只是為了果腹的食物 怎麼樣 好吃啊 直率的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手不自覺的動了起來 那群早就買買了女僕機器人的有錢人 難不成每天都在這樣吃飯了嗎 而我卻死 這樣一想 手的動作立馬變快了起來 慢點吃 還有很多呢 嗯 吃飽了嗎 嗯 水 謝謝啊 我接過雨滴過來的水 我也來幫忙收拾吧 他好認真啊 看著獨自端起 呃 餐盤的雨 我突然 有一種罪惡感 就像無能的父親 把家務都扔給可愛的女兒一個人幹一樣 感覺現在吃飽喝足坐在一邊 不動彈的我 就像電視劇裡的反叛角色 主人乖乖坐著就行了 請不要插手女僕的工作 啊 是是是 被拒絕了 和我筆下那些指揮服從機器人不一樣 他緩拒了我的要求 機器人也會拒絕人類的要求嗎 那麼這樣 我命令你和我一起 清洗餐具 第一次嘗試用命令的口語來指揮機器人 怎麼了 怎麼了 是 主人 哦 接受命令了 但是一接受命令 他感覺 嗯 這點和他綠色項圈的設定相符 至少不是那種私自改造 呃 什麼項圈 非法機器人 這讓我鬆了一口氣 但是他的眼神為什麼讓我覺得自己 呃 行為有些羞恥 就像是小孩子一樣 能幫到他就好了 所謂洗碗也不過是把網筷放進洗碗機裡 然後再拿出來放回廚房 廚房原先的位置上啊 至於要幫忙的話 我也不過是站在一邊陪著雨發呆啊 那個 那個 啊 沒 沒什麼 找不到聊天的話題啊 果然還是不像機器人啊 感覺身邊就佔了一個擅長做飯的神秘的蘿莉一樣 話說明明是女僕機器人 為什麼不設計成那種成熟的巨乳大姐姐模樣的設計者個人的喜好 素材成本問題啊 頭髮也是那麼順滑 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人造的啊 難道真的是個人類製造的 人造人嗎 哼 說不定還會有香味 哇臉 這怎麼了 他臉靠過來了 心虛的說了一下 沒什麼 我給你這個機器應該有有心哦 有感情的 好尷尬呀 主人 嗯 我今晚睡哪呢 啊對呀 家裡只有一張床啊 總不能讓這麼小的女孩子沙發 我 什麼睡床吧 等等 機器人也需要睡眠嗎 因為電量補給不足 所以一天中 需要有一段時間待機來節約電量 當然 待機時間段 主人你可以自行設置 那就還設置在晚上啊 今晚的話 你你先睡我房間的床 房間的床吧 我明天再去買一張折疊 折疊床 所以說待機的話 在哪都可以 但是作為一個習慣 在晚上工作的夜貓子 晚上看到 看見一個站立 或者一動不動坐著的人 還是有點 什麼忙的慌的 嗯 那我先去工作了 這裡就交給你了 嗯 嗯 這就是和機器人相處的感覺嗎 感覺除了多了一層上下級關係 和人類相處沒什麼區別啊 搞不好 搞不好